发展观光守重交通 不过鹿港市区每到假日车潮多 外地游客往往因为找不到停车位 在这市区里头绕行 反而是造成了交通用色 为此张王县政府团队 争取交通部的智慧运输计划 在鹿港建制了动态停车资讯导引系统 而目前第一期已经完工了 这一天更在复兴第一停车场 热闹的举办启用典礼 想吃县锐的满满的祝福 祝我们县长王县政府商务力 彰化鹿港有许多历史建筑古迹庙宇 人间国宝在地公益师作品 美食小吃等观光客非常多 为缓解交通问题 使停车更加便利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示县府团队 争取交通部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 鹿港镇动态停车资讯导引系统建制案 第一期计划目前已经完工 14日上午在服刑第一停车场 由县长王惠美带领嘉宾一同剪彩 彰化好停车 鹿港镇动态停车资讯导引系统建制 倒数321请剪彩 观光要好交通一定要便利 所以说我们在争取到第一期的 这个智慧型的停车的一个建制 就是希望说你为2月到6日的相关的APP 你就能找到你的停车空间 让你们出门七头心情更好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过年时 来到鹿港 因为鹿港三宝一小宵五宝一大宵 家雄这里有很多豪宅的这个面子 还有我们的历史的这个建筑 以及我们的国定古迹 还有很多大师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室作品 第一期计划核定补助1670万元 在主要路口及市区建制动态资讯标志版 动态停车导引版 并透过彰化停车购APP 提供即时车位显示 以智慧科技方式引导游客快速找到停车空间 同时县府也已经向中央申请第二期计划 预计再争取1350万元 建制五座动态资讯导引标志版 三座停车导引指示版 那这次特别要来感谢我们公务处 在过年前把相关的工程施工完成之后 我相信对于外来的游客 或者我们在地自己的出外的乡亲 回到鹿港一定能够更加的便利 彰化停车购APP 也与停车大升工资料连结 不仅提供停车场 路边收费路段资讯 更油画界面让停车场剩余车位数 显示在查询界面上 民众选择停车场后 会显示行驶路径并且导航 此外也能够查询路边停车缴费功能 彰化在智慧停车方面 可说是又前进了一大步 继续熊系长线采访报道